我心甘想 大哥 前方便是九泉城了 不如让我先行出战 我定为你讨一个头彩 四叔 论年纪我最小 论军功我更不如你 这个功劳 还是让给侄儿我吧 都别争了 传令下去 我大军在九泉城三里之外 安营扎寨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擅自攻城 父亲 我们日夜兼程 如今九泉城就在眼前 为何反倒安兵不动了 别忘了 他自有道理 你只需照你父亲之令 执行便好 大汗 周国军队已于城外 三里安营诈战 此刻他们长途跋涉 必定精疲力尽 若趁此良机出战 一定会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对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对 按理说 周国派兵是为收复九泉而来 可这大军到了眼前 却什么都没做 便开始生火做饭 一点工程之意都没有 我怕其中有诈 周军最擅长用计 我们若贸然出击 上了他们的当 中了他们的圈套 怎么办 是 疾谷说得对 周军诡计多端 这些年 我们吃他们的亏还少吗 此战不亦轻敌 派人时刻监视 有任何风吹草动 随时向我禀报 是 在做什么呢 将军 夜间再加一队巡逻 都给我精神着点 以防敌军偷袭 是 喂 干吗 我还想问你在干吗 我带你出来巡视 反倒给我心不在焉 小心我告诉大哥罚你 寻来寻去也就这么点事 四叔 这都半月有余了 你说咱们每日就在这儿等着 到底何时才能攻城啊 你急什么呀 我能不急吗 半个月 军中粮草已用去过半 再这么拖下去 我怕 怕什么 自扎营那日起 大哥并命令全军上下 从他开始攻击一律减慢 否则 我军早已撑不住了 父亲知道 当然知道 那 大军在前方打仗 而后方补给却迟迟未到 这 这明摆着让我们命丧 就全那儿 小点儿 强动脏军心啊你 我 四叔 那眼下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相信 大哥肯定自有办法 放心吧 走 看看 他们哪向行军打仗啊 交叉开田耕地 安家落户了 大汗 你每日派探子打探 就怕周军使诡计 这都过去半个月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依我看 他们根本就不想打仗 我们曾经 与周国多次交战 吃了不少亏 还是得小心为妙 报 大汗 军前太子回报 周军粮草不济 因事撑不了多久了 粮草不济 可探知他们究竟有 多少兵马 具体数字尚不清楚 但是从他们 每日消耗的粮草来看 多则两三千 少则一千 你们都听到了吗 就凭这一千几百号人 便想攻下九泉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大汗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千万不能错过呀 出兵吧 是啊 大汗 是啊 大汗 出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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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汗 你还犹如什么 出兵吧 大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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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是怕了吗 大汗 好 传令下去 整顿军队 开城门 本还要亲自率军出战 是 是 周军听着 北国大头可汗在此 多想活命 速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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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公 可汗 可汗 好久不见 若可汗不嫌弃 可否一不知在下的军长 我们把酒言欢 有何不可 大汗不可 若此人心存待殿 入籍军长 岂不是阳入虎口 住口 恩公是我的救命恩人 怎会加害于我 大汗 周人诡计多端 不可不防啊 若你真想与我们大汗饮酒 不如来我们北国营中 不知杨将军敢是不敢 有何不敢 大路吧 好 请 恩公 恩公 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 居然是两军阵前 今日高兴 不谈战事 来 我敬恩公 虽说 今日歇战 可是杨某此番前来 是受黄命所托 收复九泉 只怕日后在战场上 免不了要有一番较量 大汗 你我也算是旧事 杨某深知你绝非好战之人 此次违反盟约 攻占九泉 究竟是为何呀 不满恩公 北国今年大汗 粮食颗粒无收 如今是赤地千里 恶嫖便饮 无奈之下 我才联合诸部落首领 南下掠夺粮食 恩公说得没错 我北国与周国一向交好 若非迫不得已 我也不会拘兵南下 身为大汗 为本国子民考虑 倒也是无可厚非 只是大汗你可曾想过 一旦开战 必定生灵涂炭 大汗 杨某为两国百姓请命 愿您能立刻停战 杨金 你说来说去 就是仗着与大汗的关系 想让我们将辛辛苦苦 攻下的九泉 鼓手相让是吗 我们绝不答应 坐下 大哥 谁敢在我恩公面前动刀 就是跟我过不去 坐下 既然大汗 是为了北国百姓风衣足食 才初次下策攻占九泉 那杨某倒是有一个两权之法 可让北国不费一兵一卒 便能解决饥荒问题 渡过难关 不知大汗意下如何 杨金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达达 你今日的话怎么那么多 其实杨某 并非要耍什么花样 几年前 申帝任命我为定州总管 那定州 与北国毗邻 气候与环境 都极为相似 同时耕地稀少 常年大汗 连年饥荒 可如今呢 定州 早已是民风勿赴 成为我大州的重镇 若大汗需要 杨某愿将这治理之法 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北国各部族 只要各部族大力发展农耕 兴修水利 相限在不久的将来 北国的百姓 定能自给自足 封衣足食 何须像如今这般 要新兵抢夺啊 那依恩公之见 眼下我该如何度过难关 随我进京投降 恳请皇帝恩许 借粮给北国度过计划 好 我便再听恩公一回 明日我就随恩公去长安 向你们周国的皇帝 认错 借粮 大汉不可 若要投降借粮 传得出去 我们北国的颜面何在啊 大汗万万不可啊 闭嘴 若能让北国子民一时无忧 将我这大汗的颜面 扯下来又如何 都别说了 就这么定了 大汗能屈能伸 实乃大丈夫 这碗酒 我杨某敬大汗 干 宣随国公阳间觐见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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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陈阳间 参见天下 来来 去去去去 这边 再揉揉再揉揉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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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还要有点儿子 好香 好香 看 你了 我这死都在啊 我都在哪儿子 在哪儿子 我这儿子 好香 他在哪儿子 你怎么不敢说 不得了 借梁给北国 无意于养虎为患 杨坚 你事何居心 陛下明鉴 北国新兵实乃迫不得已 他们所求的 并非我大洲疆土 而只是果腹之事 那达头可汗 愿意随臣一起进京请罪 便是明正 若借梁不仅可以免去一场 刀兵之祸 更可为我大洲增添盟友 此乃一举两得之事 行了 行了 不就借梁吗 朕借了他们了 你招享有功 朕今日心情好 定会满足你的 陛下 其实臣确有一事 臣多年在外 已经许久未回长安 与家人团聚 不知此次 可否许臣在长安 多待些时日 与家人好好团聚 就这么点小事吗 朕准了 咱俩 不是这样吧 你就别回那个破博州了 太博 近日朝中 可否有空缺之位啊 给他安排一个便是了 臣遵旨 臣遵旨 母亲 快坐 母亲 你们去博州这几年 我每日都在担忧与自责 傻孩子 这并非你的错 母亲 你们回来了真好 即便我们去了薄州 但身边 好歹有一大家子人陪着 倒是你 一个人在宫中 这几年受委屈了吧 还好有产儿陪我 那皇帝呢 他带你如何 我已很久未见过他了 恐怕他早已忘记还有我这个人了吧 不会的 你们是夫妻吗 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我早已不认为他是我的夫君了 好了 母亲 不说这些烦心事了 快同我说说 你们再搏捉的事情吧 你又没劲 就是啊 陛下 再来一次啊 今日这是咋了 这殿外诸位大臣已等候多时 干什么 干什么 又是那些阎官吗 隔三差五遍来凡朕 不见 不见 陛下 陛下 诸位大臣说 若再见不到陛下您 他们便常跪不起 他们爱跪多久就跪多久 去告诉他们 退下 来 陛下 这就不信了 今日还图不尽了的 诸位大人 请先回去吧 陛下今天是不会见你们的 我等有要事起走 若见不到陛下 我们便不会走 这位大人 您就别再为难我了 陛下此刻正在 诸位还是请回吧 若是惹恼了陛下 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我等身为剑官 宁明而死 无目而生 劝谏不了陛下 是我等失职 我等定会跪到陛下 出来为止 你不碍事吗 不碍事 我还撑得住 见过到陛下 我是不会回去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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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厉害吧 陛下 陛下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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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着 再来一个 参见陛下 赵太太 来了 赵太太 朕今日叫你来 乃是让你替朕分忧的 臣一定竭尽所呢 好 你可知道 如今每日都有见臣来进言 非要让朕出面处理那些无足轻重的朝堂之事 你说 若是每日处理那些事 朕这个皇帝当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美人们 就是 所以说 你可有什么好法子 能让那些大臣不要再来烦朕了 真有两个办法 你还真有办法是不是 是是是 快说来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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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们 都去后面等着吧 都退下 都退下 退下 退下 是 陛下 这第一个办法 叫杀鸡酒猴 若陛下将那些饶你清静的大臣一顿停仗 想必在他们伤愈之前是不会再来烦您了 这便是你说的办法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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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是策立了太子吗 还需要你来说吗 若是能这么做的话 朕不就早停仗他们了吗 可就是因为不能这样做呀 当然了 此乃治标不治本之法 臣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一劳永逸 说 陛下 陛下 您不是策立了太子吗 那只要您擅位于太子 如此一来 朝臣便不能再拿朝堂上那些琐碎之事 叨扰您了 您便可以做一个逍遥自在的太上皇 在宫中依然是一言九鼎 与如今无异呀 这么不好啊 赵爷 你真是深得真心哪 多谢陛下夸奖 这些年 皇帝重新赵月一岛 他们摸准了皇帝的脾性 只顾日日哄他高兴 什么大洲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边疆安定太平 如今这皇帝听惯了谗言宁语 哪还听得进去我等的规劝呢 没想到太后与杨皇后 居然也放弃了劝谏 不放弃又能如何呢 我们这些老臣也曾直言尽谨 但都无济于事 有些大臣海淫劝谏 无辜送了性命 从此便无人再劝 皇帝变成如此模样 与那小人赵月脱不了干系 依我看啊 不如照我之前说的那样 暗中将他杀了 一了百了 赵月固然该死 可若是皇帝再不清醒的话 日后定还会有其他的小人 在他身边阿谀奉承 迷惑他 依旧无法正本清源呢 正本清源 依我看如今这本事 根本证不起来了 干脆我们 干脆什么 吞吞吐吐的 说呀 干脆我们就换本吧 混账小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 此等大逆不道之坏 你也敢乱说 你可是想让咱们高家灭门呢 当真是一派火焰 如今国家遥遥欲坠 你想的不是匡扶设计 竟是换本 你想毁了这个国家不成 这可是当年我们辛苦 打拼下来的大粥啊 玉池将军切莫生气 切莫与这无知小儿计较 他刚才是情急之下 信口胡骚的 他以后定不会再提 今夜之事 还请玉池将军切莫说出去 否则 再做主位 都难逃杀神命门之祸 我可以不说 但是 再让我听到 此等大逆不道之言 我 绝不轻饶 玉池兄 玉池兄 父亲 你呀 玉池兄 看来很难让玉池叔父这种老臣 接受我们的想法呀 陛下 你真的决定 善位与嫦儿 母后 朕真是受够那帮大臣了 日日闹得朕不得安宁 再说了 产儿是朕的太子 传于他 那也是迟早的事啊 可嫦儿还小 他如何处理得了朝中事务呢 还有那帮大臣辅佐吗 再说了 朕如今也甚少理会朝中事务 就照样好好的 陛下 这事关重大 还望你三思啊 母后 朕已经受够了 朕每日看奏章的功夫 倒不如拿来多欣赏几场歌舞 母后 他们今日又为朕安排了新的歌舞呢 容儿臣先行告退啊 宝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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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宝贵 快去看看 别让美人们等急了 我听说啊 这皇帝要善为于太子了 我也是见不得皇帝 日日被那些朝臣所烦 所以便试着提了那么一句 没想到皇帝还真往心里去了 如此甚好啊 太子年幼 待太子登基 这朝中大小事务 便都是太子说了算了 太子肩肩上这担子 可就又重了 哪里哪里 不是还有二位亲王 共同辅佐吗 若没有二位的支持 老夫想要辅重 那也不容易啊 总而言之 只要我们同心同德 何愁大洲的江山 不在我等的掌控之中啊 嗯 来来来来 我敬二位亲王 敬太太 敬太太 来 皇后 皇后 来人哪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来来来玩波浪锅啊 来 太后驾到 母后您怎么来了 哀家今日来 是来接产儿的 是 彩玲 将太子的衣物收拾一下 一会儿一起送到洪圣宫 是 嫦儿 一会儿同太后回去 过几日母后便接你回来 你要听话 别惹太后生气啊 你无需再去接嫦儿了 母后 这是何意 何意 你听清楚了 嫦儿不再有你恩养 从今日起 你与她再无任何关系 母后 儿臣自问对嫦儿照顾有加 尽心尽力 你自然要对她照顾有加 因为她是你的护身符 嫦儿继位 是你母凭子贵的唯一凭捷 现如今 皇帝已决定善外与嫦儿 你与嫦儿 不必再有任何瓜葛 母后 儿臣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诸侯是怎么死的 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不必再与哀家辩解 你离宫即可 母后 我不能出宫 我不能没有嫦儿 这事可由不得你 千雪 将嫦儿带回洪圣宫 是 母后 嫦儿 明日此时 哀家不希望再看到你 诸侯与你相识多年 情同姐妹 互相扶持 杨丽华 你的心可真够狠了 我苦心经营多年 不能就这么被赶出宫去 我苦心经营多年 我要留在宫里 我要多会差 彩玲 是 皇后 你在做什么 奴婢在收拾 明日出宫的物件 谁说我们要出宫了 可 可太后有令 这后宫中 一言九鼎之人 并非太后 而是皇帝 你去拿一些珠宝 交与皇帝身边的宝贵 让她务必 将皇上请到正阳宫 是 是 我杨丽华的命运 只有自己能主宰 为此 我还有什么不能做 这儿空无一人 她就这么迎接朕哪 若不是你这个老奴才 朕才不会来这正阳宫哪 陛下 您都到这儿了 便进去小坐一会儿 也耽误不了什么 陛下 奴才就在外面耗着 为何无人伺候啊 人哪 来人 丽华 朕真没想到是你啊 陛下喜欢吗 喜欢 喜欢 朕从未见过你如此打扮 丽华 陛下 过来呀 过来呀 陛下 等朕片刻 陛下 李华 朕来了 李华 你若早如今日一般 朕也不会一直冷落你 你放心 李华 朕日后常来 常来此处看你 陛下 臣妾恐怕 以后巫符再伺候您了 这是为何 母后听信谣言 非但不准臣妾恩养嫦儿 还要将臣妾赶出宫去 臣妾已经收拾妥当 明日一早便出宫 免得若母后不快 李华 你是朕的女人 谁也不能赶你走 你放心 明早朕便去找母后 让她收回成命 你就放心地在宫里待着吧 那 嫦儿之事呢 李华 春宵一刻 我们 陛下 你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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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华 我们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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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不好了 不好了 皇帝 有话好好说 皇帝怎么了 皇帝 皇帝嫁崩了 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太医 皇帝 皇帝 皇帝究竟因何而亡 皇帝是因为一时激动过度 血脉逆行 导致暴病 怎会血脉逆行 这 是 对 对 你 让 我 到了 美 这 逆 禀禀太后 皇帝乃是服用 催景药物过量而亡 因此面成灰色 微臣所言千真万确 请太后明见 你们 你们都给哀家听好了 皇帝自登基以来 龙体一直前安 却整日忧心国事 最终因体力不值而暴毙身亡 今日之事 恕你们胆敢传出去一个字 休怪哀家心狠熟了 是 二弟 出事了 出了何事 皇帝 驾崩了 此事可与你有关 当然无关了 难道你以为我会瞒着你们 擅自行动啊 听宫中的人说 皇帝是服用了过量的催情药而死 这是自作自受啊 没想到 他居然这样死了 想必如今赵月 和宇文世俗的人 定会先发制人 控制右帝 把持朝堂 我们万万不能让他们有可乘至今 二弟 眼下宫中大乱 不如我们臣子 不可 为何 如今皇帝突然驾崩 局势变了 毒疮没了 赵月一党人 想必一时半刻 也掌控不了朝堂 眼下我们要做的 是保住辅国大臣之位 万不能让赵月得头 没想到 宇文云之死 来得如此突然 剩下宇文产这个黄口小儿 便好对付多了 你说得轻巧 郑阴宇文产年幼 她既能被我们控制 也能被旁人控制 你的意思是说太后 不仅是太后 还有那杨皇后 你可千万别小看 这两个女人 说起来 最应防范的是杨坚 她很有可能也盯上 辅国大臣之位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在皇帝身边多年 对皇帝的笔迹很有研究 若是我此时拟封遗诏 命我得 为辅国大臣 即便太后心中再不满 也无计可施 二位亲王本就是皇亲 而我又是太补 由我们来做辅国大臣 顺理成章 定不会有人怀疑 遗诏的真假 高明 还是太补高明 太补高明 皇帝突然驾崩 赵岳一挡 必定有所动作 母亲 有什么 是孩儿可以做的吗 如今之际 唯有让你父亲 当上辅国大臣 才能阻止赵岳等人的 郎子野心 只是 太后一向 对我杨家甚无好感 此事谈何容易 母亲 孩儿愿意一试 说服太后 你 放心吧 母亲 孩儿知道该怎么做 好 好 太后 您整日没吃东西了 喝口参汤吧 你给我滚 你这个灾性 你母亲独孤家落一过强五弟 你又害死我我的儿子 你们杨家 各个都是我的灾性 你走 我不想看到你 儿臣即便要走 也有些话 必须与您说完 儿臣知道 此刻与太后说这些 并不合适 但情势所迫 而臣不得不说 因为此刻赵岳一党 定然已经有所行动 欲控制产儿把持朝政 赵岳一党 难道 他也想做第二个宇文护吗 行事到了 也并非不可能 先帝在逝时 赵岳已联合几位亲王 一起蒙蔽先帝 掌控朝政 无作非为 如今 先帝家邦 他们又怎么会甘心 之前的一切 复支东流 怎么说来 长儿岂不是很危险 不只是长儿 整个大洲江山 都危在旦夕 太后 长儿与大洲江山的未来 便全靠您了 儿臣自知 您一向不喜欢我 与我杨家 长年不睦 但太后得承认 我杨家对大洲 一直忠心耿耿 如今更只有家父杨坚 与对抗赵岳一党的能力 若太后 想保产儿平安长大 不想看到第二个宇文护的出现 那必定要依靠杨家 你到底想说什么 儿臣恳请太后 儿臣恳请太后 支持我赴杨坚 成为府国大臣 我杨家 必定尽心协助太后 对抗赵岳 你就是在跟我谈条件吗 太后 您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参见太后 众卿平身 谢太后 奉太后旨意 宣读先帝遗诏 朕疾苦弥留 遂之不救 修德有命 夫妇何年 为王爷艰难 社稷任重 朕百年之后 着隋国公杨坚 为贾黄月 左大丞相 坚果李氏 望其丹精竭律 鞠躬尽瘁 辅佐右主 巩固大周 左承阳间 为何还不领旨谢恩 敢问杨皇后 先帝 先帝是于何时何地 立此遗诏 为何臣等不知